來我們來關機哈我們的夜叉 要關機的時候要請各位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我們的虛擬機器要先把它關機起來 哦當然我們虛擬機器呢 你可以注意到哦 這裡面有個VMware Tools 這個是我們匯入的原來有裝 那我們呢還沒有跟各位講 那這個是我夜叉5.0有沒有哦 那你可以看 其他臺的這一臺的有沒有 這個是6.7 對不對 所以這台虛擬機器有版本問題哦 這沒有關係我們後面再跟各位講 好今天是先讓各位呢先能夠體驗一下 好也能夠實際去操作 好那我們要關機怎麼辦 要把這台虛擬機器先把它開機起來知道吧 好要把這台機器呢正常關機 哦你要依照我們的 啊我們的真正的windows的關機方法來 好 好那這邊呢按一下 關機 好這邊隨便打幾個字 關機 好虛擬機器關機之後呢 這裡呢哇壞掉啊關起來 那可以看一下哦 我想畫面移到這邊來 這邊有ESIB 你可以到呢機房裡面去關機對不對 但是呢你是總不能說每次 我跟各位講過哦在機房的機器 最好是不要關機要重開機對不對 你在外面一定要重開機 但是呢我們現在真的要關機的話呢 你要呢跑到機房去關嗎 不是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來關 好 你現在呢我們現在是不是連到了夜叉B對不對 那各位看到 這裡是不是我上面有選項 主機管理監控 底下是不是這邊對不對 按一下這個主機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主機到這裡要看到了有沒有 主機的功能裡面呢有沒有看到 哦這前面先不管 哦這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關閉 對不對 重新開機 重新整理 那我們要用的是關閉 應該叫關機啦 哦那按一下他 對不對 好他沒有處於維護狀態 他呢希望說你這台機器可以設定為維護狀態 他會把你的虛擬機器移走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你並沒有這樣做哦 所以說呢 我們知道已經沒有虛擬機器在運作 所以說呢我們就 不是維護狀態沒有關係 直接關機好不好 所以按下關閉 好這台機器這個連線就跳出了有沒有 等一下你來看一下哦 好這一邊等下就不能連線了 我們來 這邊 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這裡哦 ESIP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ESIP 等一下他會自己關機有看到 好是關機起來了 好這樣呢就可以完成你的機器關機 那ESIPA呢一樣 你要關機的時候記得把你的虛擬機器關掉 再來關我的主機裡面的關閉 這樣知道嗎 再把實體機關機起來 好以上這說明